国军已在宜兰、花莲、台东完成国产天宫三型防空飞弹部署。 担负宫三射控任务的高功能机动式悬箱列雷达, 已进驻宜兰,成为东部对空警戒的耳目, 执行侦搜300公里距离的区域防空警戒任务。 后之一类提供、分享、搭配宫三支行侦搜。 反制供机挑信,中共轰炸机不断召台, 我国军在宜兰、花莲、台东完成国产天宫三型防空飞弹部署, 担负供三侦搜与射控任务的高功能机动式悬箱列雷达进驻宜兰, 成为东部对空警戒的耳目, 执行侦搜300公里距离的区域防空警戒任务。 反制供机挑信,中科院官网指出, 机动式全箱列雷达可提供对空中战机、 无人载具、弹道飞弹、反辐射飞弹、 雄翼飞弹的侦测及追踪, 及对防空飞弹上下链导引控制。 具备对机动接战中心的无限构连能力, 机动箱列雷达提高作战存活效益, 整合各项电子高端技术, 具备各项杂波一致, 电子战反反制功能, 可在不同环境下提供不同种类多目标搜索及追踪资料, 完成多目标接战拦截的系统运用。 空军防空机飞弹指挥部所属第792旅, 已完成东部地区三个连的部署进驻, 取代花东元有老旧式英式飞弹, 设程从远近45公里一举推进到200公里, 工三编制仿造爱国者三行车队编制, 今年上半年并非所有装备都到齐。 机动式全乡列雷达进入东部, 意味工三飞弹连已能在东部执行远距的区域防空警戒任务。 军方在108年度预算也为连队兴建营射, 据指出,量产型的天工三型防空飞弹发射车与中科院工部的原型车不同, 原型工三采取垂直至中发射, 发射箱下两侧有排气孔, 采垂直至中发射, 但目前部署在东部的量产型工三, 发射车尾多公里快厚是沉重的厚挡板, 改为厚制发射。 由于工三后有带好层系计划, 外界称之为工四的反弹道型飞弹衍生型, 或外转带好强工计划的工三增程型飞弹, 弹体远较现役的工三长且大, 未来工三,工四可能将共用发射架, 若才至中发射, 飞弹太长将不容易撑起弹箱, 还有平衡问题, 且原设计的板架排气孔需要涂抹防热耐火材, 量产型改为后置发射, 这些问题都可以克服。 国军预计建构12个天工三型飞弹连, 配搭9个爱国者三型飞弹连, 形成台鹏的绵密反弹道飞弹接网, 由于国产装备目前还无法完全整合进月山的长城预警雷达的战场管理系统, 国产机动式全项列雷达是执行战备任务的关键, 国军已在宜兰、花莲、台东完成国产天工三型防空飞弹部署。 单复工三射控任务的高功能机动式全项列雷达, 以进驻宜兰, 成为东部对空警戒的耳目, 执行侦搜300公里距离的区域防空警戒任务。 中科院提供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